主耶稣 感谢你 你是信实的神 虽然外面我们看见环境 黑暗 动荡不安 或者是有很多的坎坷 很多的忧異 但是你是信实的 你的宝座安定在天 你的经轮如何筹划 也必定要全部的完成 主耶稣 谢谢你 作为大能的神 你亲自来执行你的计划 但是你也需要我们在地上 虽然是渺小无助的人 可是我们在暗中 对你的信心 你的顾念 你都看见 求你来加强我们 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讲座 让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是不起眼的 但是我们在你眼间 主啊 都是宝贵的 祝福每一位 我们奉你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圣经中的人物 第99篇了 我们今天要来看 摩西出生的时候 有几位不起眼的人物 这是我们看完了摩西的一生 但是我们特别要回来看一下 因为这几个人物呢 是跟摩西的一生呢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 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历经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忠心地把他们带到约旦河边 并且在临终之前 还苦口婆心地劝以色列人 生命纪三十章 十六到二十节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爱耶和华你的神 行他的道路 谨守他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 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 耶和华你神 就避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赐福于你 倘若你心里偏离 不肯听从 反被勾引去跪拜 侍奉别神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旦河 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你们的日子 必不长久 我今日呼唤天地 向你们作证 我将生命与死亡 祝福与咒诅 沉迷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并且爱耶和华 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紧连于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 长久也在乎 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 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启示要赐给他们的地上 居住 在这四节中 摩西提醒他们 要爱耶和华 你的神 要听从他的话 紧连于他 这是神借着摩西 讲出了神心中的话 在地上有这么一个 合乎神心意的人 认识神心的人 而且活在他的百姓中间 一直来提醒 告诉他们 要拣选生命 这位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耶和华神 是如何预备了这么一位 既是忠心的仆人 是面对面 与神交谈的朋友 也深知神心意的同伙 更如同妻子般的中宝 在神发列入的时候 能够为以色列人代求 使神后悔 不杀掉他们 继续与百姓同行 他也是忠信的生言者 把神所说的一切话 毫无保留的 信实的说给百姓 他也把神所启示 建造帐幕的蓝图 尺寸材料摆设 祭司们应该如何来献祭 禁止等事项 还有律法 诫命 典章中的大小细节 都一一的清楚的记载下来 这些细节写在圣经里头 对于一般人 我们都是略过不读的 繁琐事项 但是摩西却巨细匪夷的 完完整整的听了进去 还记得住 然后把这些记载下来 这就是令人佩服了 最让我佩服的是 在旷野中 以色列人一再的抱怨 背逆反叛不信神 摩西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要一直抱到神 要赐给他们祖宗的地区 就这么抱了四十年 这更叫人钦佩 感谢神 预备了这么一个杰出的器皿 在神的经轮中 与神配合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 神为了预备摩西 也预备了许多 似乎微不足道的人物 来得到并且成全摩西这个器皿 我今天在定的标题的时候 不是写这些 是小人物 他们就像是身体中的内脏 似乎是看不见的 是微不足道的 可是神的经轮 神的计划能够执行 这些人是缺一不可的 在摩西出生的时候 有五个女人 而在主耶稣的家土中 也有五个女人 这五个女人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在摩西出生的时候 神预备了两个接生婆 而且他们还是有名字 记载在圣经里面的 这个就不是一个小事了 在神的主宰安排之下 约瑟被哥哥们出卖 却当上了埃及的宰相 主导七个丰年 和七个荒年的治理 为了逃避迦南地的饥荒 雅各带着一家七十人 下到埃及 以色列人刚刚去埃及的时候 因为约瑟对整个埃及的贡献 法老特别赏赐了哥三地 那是一块非常肥沃的牧草之地 给了他们 后来有不晓得 约瑟的新王兴起来 治理埃及 他担心以色列人 繁衍增多 极其强盛 先是叫他们做苦工 严严地来苦待他们 后来又命令接生婆 看以色列妇 看以色列妇人临盆的时候 如果是男孩子就把她当场杀了 如果是女孩子就让她存活 但是有两个以色列人的接生婆 敬畏神 他们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 竟然让男孩存活下来 他们一个名叫斯弗拉 另外一个叫普阿 你知道在圣经中通常记的都是男人的名字 不太多纪念女人的 而且这两个只是接生婆而已 可是他们的名字却记得在圣经当中 除埃及经一章十八节 埃及王造了接生妇来 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件事 让男孩存活 接生妇对法老说 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 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 接生妇还没有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神就后代接生妇 以色列人多起来 极其强盛 接生妇因为敬畏神 神便为他们建立家世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至少有两百万人 因此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当中 不只是只有这两个接生妇 法老下令给所有的接生妇 可是这两位因为敬畏神 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 竟让男孩存活 而神也因此后代他们两人 不仅没有让法老杀他们 还为他们建立家世 并且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记载在圣经里头 在这一段 圣经并没有记载 那位有权势的法老的名字 却记载了这两位接生妇的名字 神看他们比埃及王法老还要尊贵 因为法老是想杀害以色列人 而接生婆是敬畏神 与神配合 斯弗拉 他的意思是美丽的 普阿的意思是分香的光耀 这两位敬畏神 而不为法老的权势 在神的眼中是美丽的 他们所做的是分香的光耀的 就如同那打破香刀 让珍拿达香刀的香气 能够弥散出来 这两位是信心的见证人 他们不怕亡怒 得了神的纪念与祝福 神的仇敌如果借着法老 把以色列人从地上除灭 神的应许就没有人能够来承受 神的精灵在地上也无法实现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 神的旨意是要把他所拣选的人 带出埃及 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区 但是仇敌就会在整个过程中 使用各种的方式来破坏拦阻 如果拦阻不成 仇敌就不惜除灭神所拣选的百姓 并且是消灭整个以色列种族 这就是宇宙中所进行的属灵征战 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 从出生的大环境背景 就开始卷入这场征战中 没有一个例外 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很多人我们当时出生是在国共内战 整个世界是一个混乱一片的当中的 但是感谢神 我们今天不仅是活在这里 我们还得救了 我们还可以与神同行 与神同工 每一个信徒都是主宰的神 从创世以前就拣选的 也都是命定最后要得荣耀的 这里提到的西伯来妇人 西伯来人这个字 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代 原文的意思是讲到过河的人 因为亚伯拉罕顺从神的呼召 离开了他那住了好几代的 拜偶像的家乡 过了又发拉底河 那是一条非常巨大的河 在整个中宫地区就被称为大河 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塔拉 在约苏亚记里面记得 他是住在大河那边 侍奉别神 原来是一个拜偶像之家 可能拜了有几代了 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 你要离开本地 亲族富家 亡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本地是指的 他多年习惯了的生活背景 还有邻居朋友们 亲族是指他父亲 好几代的家族亲人 也包括他们的风俗和传统 包括拜偶像 富家是指他父亲 所生的兄弟姊妹们 这全都要放弃 要离开 并且要前往一处 他从来就没有听过 见过去过的应许之地 神也在这里 没有告诉他 要带他去哪里 这需要对这位呼召 他的耶和华 有足够的信心 才办得到 所以尸体版说 荣耀的神 向亚伯拉罕显现 这荣耀对亚伯拉罕 乃是极大的吸引 将他从世界里分别 也就是圣别出来 归给神 这荣耀也是极大的鼓励和力量 使他能够跟从神 我们很多人的得救 我们当时 我们好像心就开了 我们虽然不能说看见有一个荣耀 但是至少有那一道光 有那一道我们说不出来的明亮的 来呼召了我们 这就是荣耀的神 向我们显现 亚伯拉罕所放弃的 本地 亲族 富家 神将要以美帝 后裔祝福 来代替 他所放弃的 希伯来夫人 本是健壮的 这句话是收生婆 极致之中 回答埃及王的询问话 这指出 希伯来夫人 是殷勤劳动的妇人 所以他们是健壮的 因此 较为顺利的生产 收生婆还没到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生产了 我们要与神的旨意和行动配合 我们就不能松懒 我们必须殷勤的来劳动 主耶稣来临的时候 他要像贼一样 提取那在田里 劳苦地耕种的弟兄 他也提取在家里 推磨的姊妹 他们乃是殷勤的工作 活出一个正常人 该尽的本分 收生婆的回答 并不是撒谎 乃是见证 神的子民是健壮的 神赐福主要是因为 他们救了许多 无辜婴孩的生命 而这些婴孩 是神选民的后代 收生婆 没有违背神更高的律法 不准滥杀无故 要善待神的百姓 所以神就赐福他们 创世纪十二章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应许他说 那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因此两位接生婆蒙福 但是那二代以色列人的法老 就遭受到了咒诅 楚埃及一章二十二节 法老吩咐他的众名说 西伯来人所生的南海 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一切的女孩 你们可以让他存活 接生婆不愿意 杀西伯来人的南海 法老就进一步的来杀害 要把男孩子丢在河里 这场属灵的征战 一直是持续的 无论是耶稣出生的时候 西利王下令 杀进伯利恒城里 并试尽所有的男孩 或者是在以色帖时代 哈曼要杀进波斯帝国中 所有的犹太人 还是在这里 法老要杀进 以色列一切的男孩子 背后都是仇敌 为了阻止耶稣的出生 要除掉那位女人的后裔 那位使地上万国得福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从犹大出来的戏罗 戏罗的意思就是 带来平安者 基督在他再来的时候 就是做平安的军 那个时候他要带给全地 一个永远的和平 不再有任何的征战 神的经伦是仇敌 无法抵挡的 那位要杀孩子的西利 死了 那位要把犹太人灭掉的哈曼 是仇将哈曼挂在他为犹太人 莫迪改所预备的木甲上 而且根据学者去研究 当时命令杀男孩子的法老 名叫阿赫摩斯一世 大约是在摩西出生之后的三年 也死了 所有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都死了 这里我请弟兄姐妹注意到 这位法老的名字 是叫阿赫摩斯 摩斯其实就是摩西 等会我们会来提到 但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人数却众多 光是步行的男人就有六十万 所以一方面有仇敌的诡计 要害死神的百姓 但是在神的安排之下 神的百姓却是凡真 人数众多 埃及对以色列人的吸引力太大了 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 一遇见难处 就想回埃及 宁愿留在埃及受苦 甚至被杀害 也不甘心相信神 前往神的应许之地 虽然世界 叫以色列人做苦工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命苦 但是人对世界 总是存着虚无的幻想 享受其中的最终乐 我们人如果不走到尽头 就是舍不得离开世界 所以在与法老对抗的时候 神界的摩西 降下了十灾 就是要以色列人认识 埃及不是他们可以生活的地方 要他们离开埃及 忘掉这里 在主耶稣要再来之前 也会有三年半的大灾难 叫所有神的子民 那时候还现代世界的那些引诱中不可自拔的 也都要知道 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乡 他们要出来 借着逾越节的救赎 百姓终于离开了埃及 可是法老还是不使心 带着军马来追杀 神也借机显出他拯救的大能 就是让以色列人相信 神的拯救 还有神的得胜有余 过红海 彻底离开埃及 到了旷野 当百姓遇见了难处 想起了埃及的好处 或者是想要回埃及的时候 都会惹神的发怒 带来严重的惩罚 例如他们想要吃埃及的食物 他们听见了十个汉子抱恶性的时候 就想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 他们抱怨没有水喝的时候 还有抱怨行路困难 神就猜浅火蛇的时候 都是跟他们想念埃及有关系 因为旧约的埃及表征世界 由世界的王撒旦所掌控的 所以约翰劝勉信徒 不要爱世界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 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把老命令新生的西伯兰男孩 都要丢在河里 一切的女孩可以让他存活 为什么把老要杀男孩子 留下女孩呢 照圣经来看 男人的生命是刚强的 是为了神的旨意的 而且是为了神来征战的 但是女人的生命是软弱的 是为了人的享受 尤其是在堕落的人里头 正如在民宿记当中 那些被数算能够上战场的都是男丁 而外邦女子被巴兰利诱 来诱惑以色列男丁 来破坏他们 不能为神征战 法老在埃及所做的 正是今天撒旦所做的 撒旦杀害为了神旨意的生命 却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 甚至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 也可能被撒旦利用来杀害 为着神旨意的男人的生命 而存留着为着人享受的女人的生命 每一个信徒里面都有两种生命 一种是为着神旨意的男人生命 另一种是为着世界享乐的女人生命 我们如果没有主的恩典 每天都可能是法老 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 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 怎么说呢 例如 许多基督徒在主日那一天 无心参加教会的聚会 反之他们把那一天 花在享受休闲 运动 娱乐 还有消遣上面 每逢主日 主吩咐我们来纪念他 聚在一起敬拜他 彼此供应主的话 并且侍奉他 可是有许多信徒 在这一天 却是杀害男人的生命 而存留女人的生命 谈到在主日敬拜主 他们就死了 但是要谈到参加各种属世的娱乐和消遣 要爬山 要去吃好东西 他们就非常的活跃 整个人是活的 活蹦乱跳 撒旦一直寻找机会 要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 并且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 我们是否曾想过 为什么找人去闲谈 要出去玩 比祷告更容易吗 因为祷告 是操练为着神旨意的男人生命 可是闲谈 出去玩 出去吃 是享受为着世界享乐的女人生命 也许今天我们就是与撒旦合一 像法老一样 杀害在我们里面 为着神旨意的生命 当主激动我们来祷告 我们却沉免于闲谈中 游乐中 甚至滑手机比祷告更有吸引力 那个时候 我们就被撒旦利用 来杀死男人的生命 并且存留女人的生命 这说出我们今天所做的 跟法老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所做的 是相同的 我们是凭着为着神旨意的生命而活呢 还是凭着为着人享乐的生命而活呢 也许有部分的时间 我们是法老 自立为王 杀死为着神旨意的生命 却存留为我们自己享乐的生命 法老既然不能借着接生活 杀害西伯来人的男孩子 就下令要把男孩子丢在河里 让他们淹死 仇敌的破坏持续进行着 在我们今天还是在进行着 但是主宰着神 也在安排着他所要的信领 来拯救神的百姓 神要从法老认为是为着人享乐的女人当中 掀起合适的器皿 来和神配合 法老认为女人的生命是为着人享乐的 可是神就是从这些 法老认为的这些女人当中 掀起合适的器皿 来预备摩西 神起先预备了两位接生活 这一次神掀起了摩西的妈妈和他的姐姐 很多人可能知道摩西的姐姐叫米利安 但不太有人知道摩西妈妈的名字 所以我们要介绍一下 在《出埃及记》第六章十六到二十节指出来 摩西是雅各的儿子 十二个儿子里面的立位支派 哥侠家族的 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 约基别为妻 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 所以暗兰是摩西和亚伦的爸爸 他的妈妈是约基别 摩西的父亲暗兰 名字的意思是崇高的国家 他父亲为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虽然以色列人是在埃及为奴隶 但是他们相信神给亚伦的应许 因为当时就说你要成为万国的父 并且万国要因你蒙福 所以有一天神会来实现这个应许 后来拯救他们脱离奴隶的情况 成立一个崇高的国家 摩西的母亲其实是暗兰的姑妈 叫做约基别 他名字的意思是 耶和华是荣耀 暗兰的祖父在生约基别的时候 也是出于信心 来以耶和华的简称和荣耀连在一起 他怀着盼望 让神的子民能够一代一代的接续下去 耶和华将会显出荣耀来 这是信心 因此在神的子民当中 对耶和华的信心从来就没有消灭过 就如同以色列甚至在亡国之后 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漂泊 没有家园 没有土地 没有国家 但是他们对神的那一点点的信心的火焰 仍然在寒风中摇溢不灭 这里我们要略微提一下 出埃及记六章十六节 记载了立位的三个儿子 叫格顺 格侠和米拉利 他们应该都是生在迦满地 和雅各一起下了埃及 所以才会有七十个人下埃及 否则就是十几个人了 出埃及的六章十八节 记载 格侠的儿子是暗蓝 一下子就跳到了摩西的爸爸 格侠的一生岁数是133岁 西伯来文的儿子 也可以指的后裔或者是子孙来说 以色列人的埃及一共住了430年 而摩西是八十岁带领百姓出埃及的 因此在格侠和暗蓝之间 应该还有几代没有记载下来 正如同耶稣的家谱 底头也省略了有几代人一样 出埃及二章一到二节 有一个立位家的人 娶了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见她俊美 就把她藏了三个月 这对夫妻是立位人 就是摩西的父母 暗蓝和约基别 他们先生了一个女儿 就是摩西的姐姐叫米利安 这个时候大约是十岁左右 然后又生了亚伦 圣经里面说比摩西大三岁 可能那时法老还没有下令 要把希伯来人的男婴丢到河里面 所以亚伦得以存活下来 我们要指出 在当时法老两次下令 要杀希伯来人的男孩子 而且所有希伯来人都在做苦工 生活是非常的拮据贫苦 摩西出生的时候 正逢第二次要杀男孩的时刻 就是要把生下的希伯来男孩 丢到河里 在那么险恶 艰困的处境下 约基别能够冒险 抚养三个儿女 米利安 亚伦和摩西三个人 日后都成为神重用的器皿 这位伟大的母亲 要冒多少危险 在他日常生活当中 有许多琐碎的事 需要应付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 这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 尤其在那个时候 没有自来水 没有微波炉 没有电 都是用的油灯 而且食物也不能够自己种的 有很多很多的 不是我们今天 活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中间 能够想象到的 另外 岸蓝的配合也很重要 就如同约瑟 配合圣灵怀孕的玛利亚 做他的遮盖 才能够平安的生下耶稣 本来这篇信息里面 我在定标题的时候 是说 在摩西出生的时候 几位妇女 但是就因为 岸蓝在这里 也有他的角色 所以我们不能说都是妇女 男士也是在这里面有份的 除了在《出埃及记》二章二节 《尸体反》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也说了 摩西生下来 俊美非凡 也用了这个字 俊美 在他父亲家里头 抚养了三个月 也特别提了三个月 《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摩西生下来的时候 他的父母因为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又提到这个字的俊美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西伯来书》里面特别是提到的 我们的信心 这三处都特别提到摩西的俊美 俊美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有美丽的 可爱的 使人欢喜的 甚至是优雅的 而且含有最高级的意思 《西伯来书》这里头特地提到的 他父母是因为信心 所以才把他藏了三个月 圣经一再重复 摩西的聚美 摩西的《世伯》 暗示约基别 对他所生的这个孩子 在他心中 那一点点的信心看来 似乎盼望 这个孩子 能够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非凡的作用 虽然婴孩摩西日渐长大 哭啼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 难以再收藏在贫困窄小 隔音很差的家里头 这都是约级别早已料到的 但是他还是尽他可能的 把小摩西藏了三个月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圣经也三次提到了 藏了三个月这句话 因为在神的时间表里头 必须是三个月 才会刚好遇上法老的女儿 到河边来洗浴 而神也在这三个月中 特别眷顾约级别 不让埃及人发现阴海摩西 立刻把他处死 后来不能再尝了 约级别这里头讲的是约级别 约级别就取了一个葡萄香 抹上石膝和薄油 将孩子放在里面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当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 要知道他究竟会怎样 后来不能再尝 表面上看来是人没有办法了 实际上是神所安排的时间到 葡萄是一种生长在尼罗河棒的植物 它是轻的 可以漂浮 但是呢 也有点坚韧度 是古埃及人用葡萄来做船的 葡萄香 用抹上的石漆和薄油 可以漂浮在水面 不会立刻沉入水中 抹上石漆和薄油 指的是在 葡萄香 葡萄香外头 涂上了一层防水的石漆和石油 搁在河边的芦苇中 既可以隐藏孩子 也可以防止被水流冲走 这都表明 摩西母亲的考虑 非常周详 细致 虽然不能够继续保存这个婴孩了 但是 他做了他所能的 他所做的是我们牧养和侍奉的榜样 就是不马乎 不清算 我们牧养新人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这么的细心 来眷顾他们呢 他们是不是在我们心中 有一个很 很这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地位呢 还是我们要别人来提醒呢 愿我们都能够做约级别 摩西的母亲 尽他所能做的 保护婴孩的性命 最后只有将他交托给神 信靠神 神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奉献自己 来与神同工 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 做我们所能做的 然后交托给神 让神做我们所不能做的 这个叫做配合 神就是需要 虽然他是无所不能的 但他在地上寻找 有一些人是尽我们所能做的 然后交给神 让神去做我们所不能做的 灵后八章也特别提到 因为人如果是热切愿意做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不是照他所无的 我们所有的都可以摆上来 这是神所纪念的 葡萄香的香这个字 原文和诺亚方舟 还有约贵的贵 都是同一个字 英文里面都叫 就是一个箱子 米利安虽然年纪还小 他不能做什么 但是也很主动积极的 远远站着 要知道他这个婴孩 究竟会怎样 我们在神的工作上有份 完全是基于我们 一点点的心愿 如果米利安那个时候 以事不关己的心态 神可以安排 另外有救法 但是他与神的经伦 就无份无关了 法老的女儿 就在这个时候 下到河边去洗澡 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 他看见那箱子在芦苇中 这个看见是法老女儿看见的 就打发碑女去拿来 他打开箱子 看见那孩子 孩子哭了 他就联系他 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埃及王宫里面一定有豪华的浴室 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 安排了法老的女儿 来到河边洗澡 尼罗河边 你想想看有多大 法老的女儿 恰好就来到了放摩西的葡萄香的河边 又恰好是他 又恰好是他看见了那个箱子在芦苇当中 因为皱受亮光的照射和受了搅扰 孩子又恰好在这个时候哭了 他俊美的脸庞逗人怜爱 立刻勾起了公主的恰隐之心 他就联系他 我们要看见在这里头 有这么多的恰好 然后法老女儿的心就受了感动了 我们要想想 如果出来的是法老的儿子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埃及人 那么摩西的命令就完全不同了 这么多的巧合 完全是主宰的神 在背后为他自己的经纶所做的安排 法老的女儿怎么能够立刻就认出 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知道他的父王下令 要把希伯来的男孩扔到河里去淹死 而这一个装在除了石漆和柏油的葡草乡里的男孩 一定是他的希伯来父母舍不得 却又不得不这么做的 第二 因为摩西生下来第八日 曾经受过割离 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亚伯拉罕当时因为凭着自己的肉体 生了以色玛利 神不高兴 有13年不像亚伯拉罕说话 以色玛利的后代 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 一直是以色列人为敌的 当神再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 就要他和他的后代要行割离 不再凭自己的肉体来行事 割离这件事也成为西伯来人 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记号 四百多年之后 这个割离的记号也成了一个拯救摩西的凭借 让法老的女儿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 我们不要轻看 神所规定的这些似乎是繁琐的事 却在紧要关头成为我们的拯救 我们只要听命顺从 把安危交托给无所不能的神 这叫做信心 当孩子被发现的时候 做姐姐的米利安 心中一定是七上八下 他所最担心的 就是弟弟会否被丢落河中淹死了 那时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 我去在西伯来妇人中 叫一个奶妈来 为你奶这个孩子 可以不可以 现在他看见法老的女儿 被弟弟动了怜悯心 也从他说话当中 听出了法老的女儿喜爱这个孩子 就跑到法老女儿面前 很有智慧的 说了这句话 他把去和叫一个奶妈 这两件事情连在了一起 法老的女儿如果同意 就是同意他去 并且是叫一个西伯来人的奶妈来 法老的女儿 法老的女儿 再怎么喜欢这个西伯来宁海 也不可能找埃及的奶妈来的 米利安又说 为你奶这个孩子 这句话直接就把这孩子的所有权 推给了法老的女儿了 一个大约十岁的孩子 却有这等智慧 这是全能的耶和华又出手了 法老的女儿说 去吧 同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就是他的母亲 法老的女儿 听了这话 立刻就同意了 这也是耶和华所做的 孩子的母亲 就是摩西的母亲 约基别 也是生他的 也是来奶他的奶妈 法老的女儿对他说 你去把这孩子抱去 为我奶他 我必给你公嫁 妇人就抱了孩子 去奶他 其实 法老的女儿 一定知道他父王所下的命令的 要杀掉西伯来人 所有新生的男婴 他想要留住这个婴孩的生命 其实这是违抗王命的 如果他直接把这个男孩子 带入宫中 就会让王宫中许多人知道 也会传到法老那里去 不但保不住这个婴孩 也会叫法老 对他这个女儿不满 神不仅在法老的女儿心里做工 也主宰的安排 米利安能够说出前面这非常智慧的话 让这个西伯来人的奶妈 能够把婴孩带回他自己的家中 来奶他这个喜爱又怜悯的男婴 摩西的母亲 这样就成了他的奶妈了 他现在不但可以光明正大的 在自己家中奶他自己的孩子 还可以享受公主侍从的待遇 还有公嫁的 而且法老的女儿 也没有质问米利安 她带来的奶妈究竟是谁 这都在神的主宰遮盖之下 神所做的比我们人的想象 不小的要安全 要高的有多少 这是万有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遭的人 约基别对神有信也有爱 就得着想不到的益处 他是一个按神旨意被遭的人 因为他照顾到神所要大用的摩西 许多人都盼望得到万有都互相效力 但是先决条件是要来爱神 神爱每一个人 但是并不是神爱的人 就能得到万有都互相效力的益处 要得到万有都互相效力的益处 先需要来爱神 谁也想不到 那下令把以色列人生下的男婴 扔到河里的法老 他的女儿 竟是那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下 拯救出来的摩西的养母 神的作为是多么奇妙 神的时间是多么准确 从来就不误事 神知道怎样保护他所要用的人 但是神必须有人信他 忠心地与他合作 即使是在各种为难和限制当中 仍然尽他的力量来配合 约基别的信心 米利安的建议 似乎不被人注意 却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 神的工作是衔接接续的 他会分别在不同的时代中 兴起他所要用的人 成就他的旨意 但是人必须尽他的那一份该做的事 以信心来仰望神 并且顺从圣灵的引导形式 才能够跟神的时间表 衔接起来 就像是火车的车厢 每一节都要扣紧 而且是连接的前一节 才不会脱节物事 在摩西的出生这一段记载中 我们就看见了 每一个人物 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扣在一起 这就是圣经一再提及 摩西的母亲把他藏了三个月的理由 在圣经里 神也安排那因为嫉妒 而追杀大卫的扫罗 叫他的儿子约拿丹 和女儿米甲 都帮助大卫逃避扫罗的杀害 孩子建长 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 就做了他的儿子 就是成了他的养子 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 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摩西一直在他自己母亲的乳养下成长 到至少断奶的阶段 可能大概是三四岁左右 他也成长在西伯来人的环境里头 父母一定是教导他 他是西伯来人 也告诉他关于祖先 亚伯拉罕等人的事情 这就给摩西对自己是西伯来人 有了一个认识 而且是从小就认识他是西伯来人 直到约基别把孩子送回王宫 法老的女儿才为他起名叫摩西 意思是从水里拉出来 摩西的名字也预言了 他将会把神的百姓从水生火的之中 拉出来离开埃及 稍微提一下 根据学者的研究 公主收养这个孩子做的自己的儿子 并且是按照埃及王族的传统 给这个孩子起名为某神的儿子 因为埃及文儿子的读音 就是摩西 在拜偶像的巴比伦 为努来的犹太人 戴伊里和他三个朋友 也都是取了带有偶像名字的名 所以起先摩西的名字 是很长的埃及文 里头带有某某偶像的名字 还有摩西这个名字在内 在摩西逃离王宫之后 将那某某神的名字除去了 只留下了摩西这个名字 后来以色列人就把摩西这个名字 正好和希伯来文的动词拉是同一个音 就是说这个名字来源是因为公主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缘故 因为法老的女儿不可能知道希伯来文的 他不可能为摩西取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 摩西这个名字也不可能是埃及文 那么在王宫中 法老和所有的埃及人都知道 摩西是从水里拉出来的希伯来人 不会让他存活在王宫中的 摩西被法老女儿收养为自己的孩子 这又是一件难题 要如何提摩西的身份 神也再次的出手来掩盖 于是在神的计划和主宰安排之下 摩西在埃及王宫中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 要知道那时候的埃及雄霸中东地区 文化传统军事政治都是首居第一的 而且埃及那时候还统治的迦南地 还有部分叙利亚的地区 并且和其他中东各国也有邦交商业来往 所以摩西当时所受的教育层面 涵盖得非常广 神也借此诉到了这位以后 要带领两百多万以色列人 去跟法老交涉对抗 然后带领百姓出埃及 在旷野中安营 接受神各种的启示 建造帐幕 设立祭司制度 审问百姓中各种大大小小的民生问题 为他们解决许多彼此之间的争执 虽然摩西所受的必然是正统埃及化的教育 照理说他在学士思想生活习惯上 必定是非常的埃及化 甚至以自己是西伯来人为羞耻才对 但是奇怪的是 摩西完全没有因他从小就在埃及化最深的王宫的环境中成长 又受了正统的埃及教育 而使他的心意和信仰也都埃及化了 他长大之后还是关怀他的西伯来同胞 这都要归功于他母亲约级别 在那短短的几年辱养他的教育 所以约级别的确是一个神所特别预备的这个母亲 神为了他自己的精准的成就 在历史历代中安排了合适的人做他的器皿 在摩西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被神大用的器皿 然而要有这么一个器皿的产生出来 神又预备了好几位似乎是渺小不被人注意的器皿 我们看见了先是有两个不怕亡命的接生妥 在埃及暴政之下 暗兰和约卡这对夫妇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 凭着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信仰 他们的名字在黑暗中继续闪烁着对于神的信心 使神的救赎计划能够执行下去 一直到神的时间到了 全能的耶和华神也在这场鼠邻争战中 从表真撒旦的法老家中兴起他的女儿 在隐秘中照料摩西 并且在仇敌的王宫里面成长 受教育 给他在人性方面得着最好的成权 预备他将来要担负的大任 在摩西120岁当中 他的年日正好分成三段 前40年在埃及王宫 中间40年在旷野逃避埃及的追杀 后40年为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的成就的40年 他最有成就的40年 是那最后的那一段时间 但是影响他一生成败的 却是第一个40年中的前几年 是在母亲约级别的牧养之下 所定下的根基 我们都生在这个世界里头 也就是生在埃及里 受到世界的熏陶 但是有多少属灵的母亲约级别 能够抓住新人在得救之后的 那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 立刻去牧养他们 把对主的敬畏和信心 关于神的经纶 如何活在灵里 引用那灵做活水 学会导读 吃神的话为灵粮 关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也是神的国 基督要再来的真理 尤其是作为神选民的权利和圣别 都教导灌输到新得救的圣徒当中 这就是属灵的约级别所做的 埃及绝对不会教导这些 主耶稣在复活之后 吩咐彼得 你如果爱我就喂养牧养我的羊 主耶吩咐门徒 要教导受尽的信徒 主所教导我们一切的 主就与我们同在 今天神的经纶快要完全成就了 属灵大汉的时代已经过去 所有属灵的丰富和实行的路 也都启示出来 就等着我们这些 好像看起来是微小的 但是却是重要的 每个人都有一塌连得 尽我们的这一份 做我们所该做的预备 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刻到来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这是我们的呼称 也是我们日常的预备 来与主配合 好 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谢谢大家